花莲县水产培育所是为了照顾花莲鱼业在发展及养殖鱼业上遇到的任何问题时 水产培育所就会给予协助,这个月开始进行鱼苗发放 也是希望能够解决养殖业者在购买鱼苗的成本,降低养殖业的养殖成本及各种问题 花莲县政府水产培育所在每年的3月都会开放民众以及养殖业者申请登记购买鱼苗 花莲县政府水产培育所的成立目的,不只是能够保育台湾特有种的鱼苗 也能够为花莲地区的养殖业者提供养殖上的咨询服务 那我们除了每年都供应乡亲我们高经济价值的一个鱼苗之外 我们还兼具了富裕本土的一些原生鱼种 那这部分呢,那当然乡亲如果有一些养殖鱼业方面的问题呢 我们也是非常的结成能够来去做一个辅导 由于今年气候关系在富裕鱼苗的时候 在育成率虽然不尽理想 不过还是能够达到8万5千尾鱼苗发放给需要的民众来申请 今年7月份开始配发我们一个全县的一个高经济价值鱼苗 那我们申请的鱼苗数是8万5千余尾 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感谢乡亲的耐心等候 那我们7月份陆续的来做一个配发 跟乡亲提醒一下 那我们水培所每年3月份呢 我们会请公所来做一个鱼苗登记作业 所以请民众如果要申请鱼苗的话 记得3月份,每年的3月份 到我们所属的乡镇市公所进行登记 那我们会依据我们一个反养值状况 陆续在7月份8月份我们会陆续来做一个配售 每年的3月,民众只需要到各乡镇市公所提出鱼苗的申请 而水产培育所不只培育特有种的鱼苗 观赏鱼,食用鱼也都是水产培育所多年来培育的鱼种 不断累积研究相关养殖上的技术与分享 记者林杰,寿风采访报道